自动驾驶车测试将正式在中国北京市上路 根据报导 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 已经获发北京市第一批自动驾驶测试试验用临时车牌 前几天 优步才发生自驾车撞死行人的事故 优步表示 目前已暂停自驾车测试或乘客搭乘计划 而百度则于今天率先拿到北京发出的测试车牌 百度董事长李彦宏去年7月在北京市搭乘自驾车上路 曾经引发广泛关注 李彦宏乘坐在副驾上 由车辆自动行驶 但自驾车却不受控 先是在与后方车辆很近的情况下 连续强行变换车道 还直接跨越实现严重违反交通法规 引发了许多人广泛讨论 究竟该如何针对自驾车制定法案 李彦宏后来公开表示 确实收到可能是全球第一张的无人驾驶罚单 根据报道 北京市自动驾驶测试管理联席工作小组 经过评估 已经向百度网训科技有限公司 发放北京市首批自动驾驶测试试验用临时车牌 不过北京官方也规定 自驾车上路前必须封闭训列5000公里以上 测试道路的选址都在五环以外 仅可以在白天测试必须避开早晚高峰和夜间时段 还要避开住宅区、办公区、医院、学校等人车流量集中的区域 百度强攻自驾车市场 去年宣布江与安徽江维汽车集团于2019年开始量产自驾车 力拼成为中国自驾车的标杆 华尔街电视新闻记者罗千竹真理报道